大家好,我是邱老师 今天你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采访 我希望你喜欢邱老师的小表演 今天我们会有各种公演的人 比方说我们会有Mr. Li Yang 一个数学老师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也会有Dieter Yang 一个学生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也会有Daniel Shue 一个Stuyveston学生 和Adria的妈妈Nicole 在春节你吃什么 我吃披萨 春节一般会有六个菜 这春节时候我们吃了三枚鱼 炸的虾 炸的饺子 加成豆腐 鸡丝和青菜 在春节我是年糕炸的鱼 我们在春节的时候 饱水饺 还有我们也准备很多中国的传统的菜 春节你最期待什么? 春节时候我可以看我姐姐她从大学回来 也有可能可以去看我爷爷和奶奶 春节我最期待的就是吃好好的 我也喜欢跟很多朋友过在一块 我期待与家人共度吃光 我想和朋友和家人吃到肥死人 你如何庆祝春节? 我们比较简单 因为大部分的家里人在中国 所以我们平时在家 有时候听几个朋友来到我们家 一起过节日 然后我们吃饭也看着电视 但是没有别的 和女家人 他们给我 red envelope 我拜年和他们一起吃饭 你怎么准备过春节? 第一,我清洁我的家 这样我的大人不会打死我 这样我就会很开心 我的屁股不会很痛 准备春节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把房子干干净净的准备 比如说我们做很多打扫卫生 我们也去剪头发 也可以买新的衣服 我倒扫了房子 春节的时候 我妈妈和爸爸会准备很多 我妈妈会打死为生全家 和也会做年货饭 和也会做年糕和汤圆 你和谁一起去过春节? 我和家人一起过年 coronavirus一天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去中国过春节 但是最近三年 我们只有在家跟朋友呢 所以我们也有加拿大的家里人 但是别的是朋友在纽约 我呢我和我的大人 我和我的公公婆婆在中国 在微信 和他们做个video call 和我和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Kevin 出去玩一下 春节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 我会给我全家一起过春节 所以我妈妈爸爸姐姐 和有的时候也会有客人 或者是叔叔回来 和有的年 回国去中国 跟我爷爷奶奶一起过年 在你看来春节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看来春节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节日 很开心的 因为大家在一起 然后我们很高兴在一块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节日 上年呢等于我为了很多红包 和很多钱 那么呢我可以等着用的钱 买的麦当劳 买的Burger King 春节的时候 你可以回顾过去的一年 和努力实现下一年的目标 这年对我来说 是光鱼炸 你能叫我一些光鱼春节的事吗? 春节的时候 早上你一起来的时候 你应该要穿新的袜子 因为新的袜子会象征 这新的一年的开始 新年是中国最长的家庭 我学习了今天就是说 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是满月 我们在墨西哥 我在墨西哥出生 这样呢我们会连连出去落雪 那时呢 新年会落雪 放些红色的粉 然后粘着它出来 虽然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方式 过春节 有一些传统大家都庆祝 比方说和家庭一起吃年夜饭 和打扫卫生